拜会原住民长老也成立后援总会 晚间现场被人群塞爆 蔡英文提出三个坚持 回应国民党指引她的两岸主张 是披着白鸽皮的乌鸦 被原住民年轻人这样往空中抛 蔡英文毫不惊慌始终面带微笑 台九线第一天她到台东拜会部落长老 但台北政坛对手大灯广告 质疑她的两岸立场是披着白鸽皮的乌鸦 和平必须是基于三个坚持 第一个坚持就是主权的完整 第二个坚持就是民主的机制的尊重 第三就是中国不能够用武力的坚持 如果做一个总统 没有办法让人民信赖 他能够坚持这三件事情的话 那她的和平协议就是一个大家感到不安 感到担忧的事情 东部可不全市来营票仓 成立后援总会不仅人群塞报 钞票不断塞进蔡英文手里 还有塞满硬币的小猪忽满 也整支捐上来 让蔡英文更惊喜的是这支迷离板 为什么突然大家喜欢小猪要买小猪呢 因为道理很简单 因为大家都想参与在这一次的选举 大家说是不是 对 选错人我们将会在恶性循环四年 选错人我们这个社会将会越来越对立 这样的会花钱没有效率的政府 只会突破台湾的财政 在台东 蔡英文还做了这样的承诺 2012年民进党的政府 除了花工条例四百亿的资金 投入在我们的花莲台东的建设 我们将要再成立一千亿的资金 一个乡村发展资金 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年轻人 回到故乡来创立 台九线第一天蔡英文与原住民勃感情 要让后山也变天